字幕提供 各位觀眾大家好 不適合說得對 差不多60了 Post去什麼 上班 在咪後不停說人 我說什麼賭博 我用心地賺錢 你說什麼賭博 有炒股票 其實AwaTV可能要考慮一下 我們主持要給一個居馬費 不然我們三個很難齊人 沒有關係 當然關係 嘉賓有沒有居馬費 嘉賓呢 我們和你爭取也是一樣 今天很厲害 佔領中環有個活動 你有沒有去 我沒有 有特別任務 拍拖嗎 不是 博官辦公室 佔領中環其中一個主旨 就是反資本主義 反帝國主義 今天請兩位嘉賓很厲害 反帝國主義 走在最前 保釣行動委員會的 莫子傑先生 不是陳廖德先生 你好 德叔 都是香港資深的保釣人士 出過海的兩位都是 保釣 很陌生 保釣 釣魚是否每天去海邊釣魚 是不是要保衛香港的釣魚權 是不是現在 可能在看這個節目的朋友 對釣魚台陌生 究竟釣魚台是甚麼 或者是為何會需要保釣 究竟有些甚麼事情發生過呢 或者是上一兩代的香港人對保釣 較為熟悉一些 但是現在的90後 甚至乎1000後 甚至乎1000後 可能會對這件事更陌生 80後不知道 你知不知道 我不知道 究竟釣魚台的爭議是怎麼來的呢 中國和日本的釣魚台爭議是怎麼來的呢 不如先介紹一下 我們在1971年 聽到有一班大學生 就去維園集會示威 這個說要拿回釣魚台 那時候我們 都不是那麼懂事 因為只是聽到 那班學生在維園集會的時候 還被警察打 打 用警棍這樣打 鬥頭打到流血 為何他們要去當年 釣魚台是甚麼地方 釣魚台是一個島 在台灣附近 距離台灣大概是一百海里左右 其實是很近台灣 是很近台灣 即是近台灣多於近日本 在歷史上來說 它應該是台灣的二冷原 其實英國說遠一點 應該是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 日本仔應該佔領了台灣 然後美國佔領沖繩 美國佔領沖繩的時候 就佔領了釣魚台 一起佔領 二戰之後 七一年 美國不知簽過 歸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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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歸還沖繩 及附屬的島嶼給他 接著連著釣魚台 給日本 就是七一年的時候 開始簽完那個 跟著那些人 其實第一 應該開始 就不是香港先的 應該是美國的華人學生 美國華人學生 台灣和美國 台灣和美國 那邊比較 香港就是跟風 但是始終都是 國家主權的問題 香港人都真的 不說得 有些人 我特別看日本仔的說法 日本仔 糟糕 很明顯 告訴別人 我也是普遍 日本仔的說法就是 你們中國打完二次大戰之後 很多年都沒有宣稱 已經有釣魚台有主權 接著直至去到這個 是否六十年代 七十年代 發現了有石油 你們才說有 你們怎麼看呢 這個說法 我看法 我問你有沒有石油 我之後出生 我看回自己的觀點 有沒有石油 那個地方是中國的 我就是 就這麼簡單 有什麼的論證 這個釣魚台 是屬於中國的 是屬於中國的 我看我們經常搞那些會議 很多學者 寫出來明朝 那些已經 自古典 有些 有歷史文獻 有歷史文獻 一開始就是中國 提立華中國 之後 對比日本又拿了證據出來 拿了證據出來 好像是 總之是 是我們先發言的 日本應該是清朝 即是鑑五戰爭以後 即是鑑五戰爭 即是鑑五戰爭 是將台灣和附近的列島 割讓給當時的日本 其實我來之前看的時候 都知道 其實就是 這個 這個釣魚台本身的名字 都是中國 中國人給的 是 而且這個 起的這個名字 是比日本早 日本 去到一八 不知幾多年 才起的名字 給釣魚台 但是 中國 已經去到一五 幾年 明朝 明朝 已經給了一份名字 去釣魚台 甚至 就不單止要釣魚台 那個島 不簡單 還是附近的島 都給了一份名字 所以其實 當然 有些人爭論 明 網國 清都是網國 關於什麼事 如果真的要這樣爭論的話 去到二次大戰的時候 其實日本是戰敗過 他簽了條約 講明 因為日本 其實打二次大戰 佔領了很多地方 要歸還佔領的地方 要還佔領地給人 所以 簽條約的時候 就局限了 日本有四個島 本身自己 北海道 本州四國 沖繩 然後下去就是沖繩 這些島 它是有主權的 但是其他地方是沒有的 他當時簽了這樣的條約 釣魚台 其實就是 簽這個條約以外的地方 其實就是 可以說回 當二次大戰戰敗的時候 就簽了這樣的條約 到現在這一刻 日本也沒有釣魚台的主權 但是 好像有管理權 1950年 就很厲害了 竟然 美國和日本 私相授受 突然間就說 美國就說 這個釣魚台 是屬於日本 這樣就糟糕了 接著就開始有這個爭議 美國就是把這個 琉球群 即是沖繩 沖繩 就 給予日本的自權 但是他就連這個 釣魚台島 就一起 交了過去 變成日本 當然當然 不出聲 所以變成 到這個 七一年 他們 石油 五石油 我們都不關注 我們都是關注主權問題 即是 本身釣魚台這個地方 是不屬於琉球的部分 不屬於 所以 美國將琉球的自權 給日本的時候 是不應該 包括釣魚台這個範圍 就是這個問題 但是這個是 美國佬他們是 有意 還是 其實當時 都是一些 主權上 不會獨自這個 其實有意 我估計 是有意 就是 等你們不用 那麼純潭 就是 可以 一定 我看回一些資料 就是 是七一年之前 剛剛有發現石油 說真的 如果你說美國佬發現石油 他當然不會先給日本 對不對 就是 在那些時間 就是把釣魚台連沖繩一起 給日本 就是想等我們 有些爭吵 他又可以繼續維持在東南亞的勢力 這個都是很多國際政治的手段 特地是在地緣政治上留下的尾巴 然後令他們自己內耗 當時是否冷戰時候 美國是有個所謂 新月形包圍網去圍堵中國 這個其實會不會是戰略的部分 就是 你們先打一下 等到 新月形包圍網就是 日本 台灣 去菲律賓 其實都有美軍基地 是的 其實真的圍堵 現在 超過新月形 現在半月形 即是 連左邊的阿富汗都是美軍基地 還有印度 現在 真是蠻糟糕 那 保釣的歷史就是這樣 但是 到了七十年代 是怎樣的 你剛才說到 又要肩膀 又要肩膀 當年 英籍政府其實怎樣看 對於保釣 當年 由美國和台灣 才帶起的 這件事 香港的大學生 尤其是港大那班 然後他們就搞集會 那時候都很虛陷 在慧永集到幾千人 當年幾千人 是的 那時候 那時候 英國政府最怕 那些 因為那時候六七部 和以後 推政最快 是的 變成 不讓他們搞集會 即是要拘散他們 所以 應該是兜頭搏的 是否像警棍 吐下去 有偏短 那時候 我們在電視上都看到 那個畫面 那時候我們還沒有參加 這個保釣運動 應該是說保釣運動委員會 是九六年才成立的 是九六年才成立的 其實那時候 港英年代 年代對付政治分子 最嚴苛的手段 應該是 第二屆出境 那時候有沒有一些 補釣分子 被人肩膀 固然有 有沒有一些補釣分子 甚至乎 那些補釣分子 那也沒有 他選了一個香港人 當年 英國 即是英國政府 香港政府 怎樣 鼓不鼓勵 香港的補釣運動 甚至有沒有阻撓的情況發生 即是出海不讓他 應該是阻撓 即是說他 集會就打 是的 一集會就打 因為沒有出海 那時候 第一次出海是九六年 一跳就跳到第二波 明白 那時候 剩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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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六年 他又提出美日安保條約 美日安保條約 我們 在報紙上看到這樣的消息 變成 沒有理由 釣魚島是給他們的 那時候 我們歷史上 好像剛才你們這樣說 從明朝開始 已經有人經商 什麼都經過那裏 尤其是他們去沖繩那些 差不多必經 即是說 必經 變成 主權就是 一路都應該是我們中國的 因為它很多文獻都有寫的 不過 我們不是這樣 什麼 到九六年 我們聽到 什麼 我們就說 我們先聽到 日本 這個 右翼分子 建了燈塔 我們說 沒有理由 我們的地方被人建燈塔 不如我們這樣 我們拆燈塔 我們才成立了這個保釣運動委員會 即是說 其實是 保釣人士 其實是 以愛民族 愛國的 的 的心出化 但是 愛國 這個 我有一個問題 想問你問 我之前 剛才也有提到 保釣運動 當年是先由海外的華僑化氣 然後到台灣 然後 香港再跟風 那時候七十年代 到底香港的保釣運動 是由 在香港的左派主導 還是右派的國民黨 那邊做主導 會不會 還是當時 不是由左右派主導 純粹是民家化氣 應該是民間的 因為 一般都是 那時候 港大和中大 中大都好像未成立 不知道 應該 我認識的 那些老保釣 都是港大多的 港大的 就是 你剛才愛國 既然是 九六年開始 如果保釣運動會 那麼多年來 就是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也好 中華民國政府也好 香港政府也好 就是 這三個 兩岸三地 其實是 對你們的行動 就是保釣行動 你的態度是怎樣 對 很曖昧 先說香港政府 先說香港政府 沒有那麼敏感 九六年和九七都很難化 九六年還是英國佬的時代 他也沒有打壓 也沒有幫助他們 因為那時候 群情洶湧 因為他也是 直接去打壓 不可以打壓 他也打算差不多 他們都快要撤退 我已經談了九七問題 我們組了這個 保釣行動委員會 那時候 我們也打算籌款出發 但那時候 真的是群情洶湧 我們一上街 一籌籌到三百多萬 一天籌二百多萬 一天籌到三百多萬 即是說 我教很多次遊行 集會 那時候也在文化中心集會 在港島遊行 那時候 三百多萬之後 我們就 初初打算買船 但那時候還沒買得及 沒買得及 我們不如 去台灣去 去台灣近 那時候 我們有二百多人去 分幾艘船 我們租了三十幾艘船 台灣也租了十幾艘船 台灣也租了十幾艘船 要補充一下 那時候去台灣出發那次 是陳旭祥死了之後 陳旭祥死了之後 那時候 不是第一次 那時候 真是拆旗那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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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上旭祥死了 台灣十幾艘船 台灣十幾艘船 媒體租了很多艘船 真的 成六十幾艘船 艦隊 艦隊 很壯觀 很宏偉 所以他日本人 那時候 艦都艦不到 所以 是 對不起 陳旭祥死了 不是 我們初初去探路的時候 他還沒去 我們宣布了 因為我們 香港人始終都 好像剛才說的 中華人民共和國好 或中華人民共和國好 我們定的日期 就是定十月五日出發 就是兩個國慶中間 十月五日出發 十月五日出發 十月七日到 我們一早就計過這些數 但我們在九月 那時候 去探路先 租了幾隻才去探路 那時候 就 趁他長袖身 長線一步 是 是 他就這樣 以外 就過身 但 其實 很多民間的團體 無論是香港還是台灣 都組織過一些 船隻 去接近釣魚台 其實那個行動 背後的意義 是在於哪一處 其實是想表達出 宣洩主權 宣洩主權 其實每個人都是無事 都無事 不論是美國也好 台灣也好 香港也好 中國大陸也好 那班只有付出 尤其是 中國大陸那班 中國大陸那班受打壓 比我們香港更重要 即是說大陸的政府 現在是不鼓勵 大陸的政府 怕你們會 集會 等等 因為大陸政府 可能今天 你是保釣 我怎知道 你明天是反共 你聚集一堆勢力 所以我們現在 我那時候都不知道 現在知道 他的維穩費 比軍費更多 你說的 但是內地 你說打壓 保釣 保釣的集會 或者出海行動 他們是怎樣去打壓呢 會是 不讓你出海 好像我們最近想出海 他們又說 我們的船有老鼠 又說你的船 過不了 安全不行 水溝不夠 湘機灣被封堂 百多年來 未試過去查老鼠 反而那些船加艇戶 都不會去查老鼠 但你們就被人查老鼠 即是那隻保釣幾號 我忘記了 我們去那隻叫釣魚台號 他們去那隻叫釣魚台號 我們那隻沉了 沉了之後 我們買多兩條 買多兩條 就是一條叫釣魚台二號 一條叫釣魚台二號 那隻保釣二號 我們在2006年都去過 被日本人撞了 即是他們撞你們 直接撞 即是我們這樣走 我們一隻船去 去到見到六十幾隻船 在包著你 我猜六十幾隻 六十幾隻是甚麼 他們那些 軍艦 他們所謂的海上港艦 他們沒有軍隊 上面幾十隻食星機 都很重視 好像打仗 我們都這樣想 我們去一次的代價 是幾十萬的 他們可能要用幾百萬的 我們去一次 我們要裝百多桶油 八二桶油 現在一桶油為一千多元 哇 我知道 現在跌了一些 現在七八八 那時候最高的時候 去過一千五萬的同油 但我們是零失千 那麽金 不漠失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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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麽我們今節 聊到這裏 下一節再繼續聊下去 好 下一節見 我回來不適合說到 忘記第幾集 總之是第二節 他繼續補調 上一節 上一節就說到 高規格接待日本仔 六十的 包圍你兩隻 日本仔這麼高規格 那究竟我們自己人 就是中國人 中國 兩個中國 有一中一台都 究竟兩岸三地的政府 如何對待大家 好 先說不如說說台灣 聽聞說台灣政府 很奇怪 不同時候 有不同的態度 說一下 我們九六年 由香港去 那時候應該是李登輝政府 那時候也沒有理我們 給我們入境 是嗎 親日的 李登輝 即是他不理 他不理 他也是反對我們的 但是他沒有阻礙我們 到 2006年 他們這班去的時候 就遇到很多阻礙 怎麼阻礙 為什麼會阻礙 什麼時候 我們在香港 陈水編避 我們在香港 跟一個船 躺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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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躺了幾天才去到台灣 想到台灣接長毛 長毛說運船浪 坐飛機 去到基隆 去到基隆 打算接他 那時候我們打算埋案 然後台灣叫保測艦隊 我們埋案說要保卡 然後他走過來不讓我們埋案 他的理據是什麼 說你非法徑 但理論上要申請什麼呢 以前我們出去什麼都不用 我們出海就像零六年出海 你出去釣魚還是出香港的景色 你都要報關的 就這樣出去而已 不需要報關 零六年也要報關 出去就這樣出去 那入台灣的水域呢 台灣的時候我們衝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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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海的時候 他的船就撞到我們 又撞到你們 是很粗暴的還是很客氣 打燈 折住你停下來 對 折住我們停 打橫撞過來 就撞過來 然後勉強上船上船 然後叫我們停 因為我們的船便宜 去到台灣的時候 機件有問題 要補給 又要修理 真的壞了 他沒有辦法 一定要讓我們在 但讓我們上岸 就只要在船上 他幫你找人去搞你的機器 然後長毛就上不了船了 但你們平時用來搶灘的船是什麽船 是什麽船 是不是漁船 去到要用小艇的 要用小艇 為什麽要用小艇 不直接用大一點的 去到國潛 國潛 即是釣魚台 我真的不知道 釣魚台附近的水面是有很多 你去到岸邊 我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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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駕遊艇去游船 因為我們 以計 假設這麼慶幸 我們是賣到12海里 但是釣魚台在這裏 12海里範圍 因為入到12海里範圍 那些水已經很像 不不不 是日本人是小聲 不停撞你 發瘋地撞你 怎麽撞 但我們的船在這裏 他實沉 這樣撞過來 通常三隻船是難舵的 一隻 三隻難舵 兩邊 每邊一隻 兩邊夾 一隻就鬥頭 嘩 即是兩邊都被撞過來 即是不給前仗 要你退後 因為我們去到12海里 發瘋地撞 我們一定要用小艇 這樣飛過去 如果小艇撞這個軍艦 都很危險 但通常去到那裏 撞到你 是不行的 我們只有一隻船 小艇也很困難 很困難 因為他不但追你 他還在上面用飛機 用直升機 他那些飛機 打下來 即是你都 即是他用直升機 不單是監視 他只是用那些氣流 來做罵你 因為我們的船 他會這樣 兜前去 湧一些浪 湧一些浪 第二隻又湧一些浪 最初還沒進到十二海里 他就不撞你 湧來 然後用水炮 射你 接著去到十二海里 一隻撞完 然後又一隻 然後又一隻 一隻撞你 即是日本仔的規格 就是他當正那裏是他自己的地方 然後有些非法 他就稱之為非法警者 就用軍艦去招呼他們 軍艦去招呼他們 很安靜 自衛隊 我講一講98年 98年我們去 之前有一個醫生 他說 我也參與 我負責救人 我甚麼都不理 我甚麼都不理 我正是負責救人 有甚麼事就 因為他當時是鄧紹介醫院吉政室 是否因為經歷了陳祐祥 有意外 所以他就 我們在街邊籌款 他就加入了 我們那次去 不是 那個96年那個才是鄧紹介醫院 這個是明外醫院的 明外醫院的吉政室這個醫生 他就 他帶了很多藥物 我只是負責救人 我甚麼都不理 你們搞民族大義你們的事 他就很大義 但我們一看到日本人的時候 第一個扔東西過去就是他 他扔甚麼 他扔甚麼 他扔到那張魚 他扔到那張魚 其實最憤慨的就是他 他一看到就真的忍不住 聽起來很過分 又湧浪又吹 如果這樣 當時人 都被人撞過 被人的風吹 有甚麼感覺 會不會真的很危險 擔心會不會死 是真的危險 這個我們事先沒有想 因為我們90年那些 是被他撞沉了 是 我們撞沉了 撞沉了 那怎麼辦 我們就 由媒體租了兩條船 在台灣 接我們上去 那些船 撞沉了之後 就沒有那麼快 撞沉了 我們有買了兩隻救生佛 一隻都可以坐十幾人 很大隻 但我們第一隻放下去 一跳下去就是那隻穿了 那麼慘 然後就不要下 不如過船 過船的浪在湧的時候 很難過 其實應該是由出發開始 從香港出發 因為我們過台灣海峽 我06年去 我後期一點 06年去 是過了中秋 因為過了中秋 就大浪了 即是九級浪 其實過台灣海峽的時候 已經很危險 浪是一高一低的 即是你去到高的時候 那隻船的高位 你看到周圍看不到東西 你去到低位的時候 四邊都是浪 是很高的 其實這個已經危險了 因為只有我們一隻船 然後去到日本 即是有海上保安廳 撞我們的時候 更加危險了 一來大浪 二來它撞穿了的時候 有個人跌到海 那些東西 就不知道怎麼找 我記得一開始你講過 過去有幾個地方合作 一起去搶灘釣魚台 但到現在還有沒有 例如香港的補釣分子 和內地 或者和台灣的補釣分子 三兩岸三地 一起嘗試去搶灘 登陸釣魚台 有沒有這些行動 即是過去那10年還有沒有 2003年 2003年試過三地一起 由大陸出發 但那次怎樣 成功都 都賣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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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到那裏被人截停了 那次2003年 賣給日本人截停 即是推回頭 我們最近也是聯絡海外的那些 現在剛剛成立了一年 不不不 未夠一年 到2月1日才是一年 台灣以前可以租船出海 現在台灣有一個政策 就是船出海 就要24小時內回來 所以限死了 你們不能補釣 那不方便釣魚 這是捕魚 一定要你回來 台灣那隻船 就叫做釣魚船 他們拿的是娛樂牌 真的要出去釣魚 拿著娛樂牌 就要24小時回去 但如果是暴魚維生的漁船 暴魚維生漁船現在就用那些 但我們最初用那些釣魚船 用釣魚船 他們最初那些船老大肯租給我們的 但之後他們一去釣魚島回來 第一次發錢 發三萬元 三萬元台幣 相對來說不是很多 我們都願意發 第二次就發三十萬元 十幾萬元 還有他要釣銷牌照 所以船老大就不肯租 所以你說是不是打壓 這是近年嗎 馬英九明年小時候自己沒有釣 當時是陳水面的時候 現在是怎樣 現在有些少少不同了 嚇死我了 看政府聲稱也是要 試過有一次他們去 有船護航 這麼好 試過一次 紀德蘭護航 馬英九上台就護航 試過一次 陳水面時期就要馬上來回 最近六月底又試過一次 試過一次就有八艘海巡署的船 跟著出去 這樣也合理 起碼 要看政府的申請 兩岸關係搞得好的時候 可能會有些動作 如果台灣都出海巡署 其實這麼多年來 中華人民共和國聲稱 包括台灣 又聲稱釣魚台主權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 中國人民解放軍有沒有幫過手 沒有 因為上頭說共同開發 很多年來 包括你剛才說 從香港出海 台湖海峽已經很危險了 有沒有試過是中國軍艦護航 沒有 連看著都沒有 我們不敢進去中國軍艦 他不會截住你 為什麼 我們走出去 走出公海 就不走大陸水域那邊 因為怕他真的有見到中國的軍人 但是停你們 抓住你們 然後扔你去廈門 福建 這麼多年來都沒有幫忙 沒有 阻撓 有沒有試過真的派中國軍艦阻撓 你們有沒有試過 沒有 他們沒有駛進去中國 香港政府的海事處 大陸都有 大陸很多次都出不成 出不成 海都不用出 你租了一條船 租了一條船 都說好了 到時他不讓你們上船 大陸就強硬很多 可能岸邊 完全不用借口 我們有些借口 香港還是要借口 保護你安全 好笑的 香港上次報了新聞 好笑的 說你們這隻船有老鼠 有老鼠 又說安全救 然後又說我們這隻船是魚船 只可以六個人 六個人 不知道幾個人 我們這隻船有八個人排 其實這隻船很大隻 坐二百人都可以 但是他因為我們是魚船 所以只有八個工作人員 真的嗎 真的有這樣的規定嗎 他說 我們不懂這些例子 他要跟你講牌照 講規矩 八個人 我們後期都申請了 加到十五個位 即是十五個人 我們就 好了 我們就 零七年 零六年 你們去了 零七年 零七年 遇到兩次的八號風球 我們定了 譬如這個星期六 可以這樣說 但剛剛那天又是八號風球 延遲一個星期 然後又是八號風球 因為海外來的那些 就拿不到這麼多架 那時候有加拿大來 有澳洲來 他們就要回去 就宣佈取消 沒辦法 2009年 我們一早宣佈了 5月2日出發 2009年5月2日 到4月30日 我收到那張碼 我的新人已經不妙了 他跟我們說 你們不去可以嗎 我說我們已經公開了 就不行 因為 那個承諾很重要 好 他說你們去 你們有台灣去就不行 我們是有部份人去 因為我們坐不到這麼多人 我們已經預備了一部份人去 台灣就是5月4日出發 我們5月2日出發 我們5月2日出發 這樣就 5月5日都會會合 可以 5月4日晚 即半夜已經會合了 可以 他說你們去台灣去行不行 他說所有份用我們去 我說不行 我們台灣會去 但是香港5月2日一定要出發 那天是5月1日上午9點鐘 到1日11點鐘 開始處理了 他說要你驗船 驗船 即是說你 可能機件有問題 他驗到什麼 我們以為會阻擋 那天預期出發 我們12點左右 船上去詹沙咀 通常我們的習慣都去詹沙咀開記者會 跟著船離開 四姑娘就離開 那天在詹沙咀搞到2、3點左右 不去的人就上岸 其他船繼續走 但我們往時的習慣是向東走的 就是由李沿湖這邊走的 這次因為我們請的那班船家路 即是駕船那班 就在長洲請的 所以他們說 那天好像是發彈 我們回去拜一拜 馬祖 我們都沒有問題 大家都求個平安 我們去到長洲 長洲也沒難離 長洲離開的時候就來了 幾隻水警開始處追著來了 他就說 現船 我問今早才現過來 那又來現船 現船怎樣呢 他們說你們這艘船 原本應該有五桶沙 你們現在只有四桶 不夠 即是防火沙 是嗎 是的 那我就找個桶 撥開它就可以了 這個不行 你們的消防水厚 水壓不夠 那些沒有辦法 要駕駛回來避風塘搞 都和他糾纏了一段時間 五六點才回來避風塘 叫他立即找人整 那裏有船床在那裏 整好之後 叫他來現船 找不到的 叫他開始處理現船 找不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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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就要出發 就要出發了 我跟他拖到十一點 十一點差不多 即是晚上十一點 那時已經搞成一天 再出發 再去過 那去到佛堂門 這次又東去了 去到佛堂門 即是大美那裏附近 又爛著你不給他 那些人又爛著你不給他 又爛著你不給他 又爛著你不給他 今次是甚麼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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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次是我們等到上面的命令 即是爛了 他們都不知道甚麼事 他們都不知道甚麼事 即是爛了 即是爛了 那那天 對不起 不是 應該是早一點 我們應該是六點零七點鐘出發 因為我就是四號 過台灣今晚等著去 就跟船 我跟船上連絡 每個小時差不多連絡一次 我問現在你們在哪裏 他在佛堂門 到七點鐘打給他 還在佛堂門 八點鐘還在佛堂門 那我爛什麽 到九點鐘打他又在佛堂門 我問我問 我問是怎樣 他說不給我們錢 不給我們後 回避風塘又不行 我立即拉隊 我說去港督府 即是去特首辦 我說非法禁固 前又不行後又不行 剛剛才 他吵 吵完一陣 吵完一陣 他說 通知我們說十一點會放回來 我們馬上去西灣河水景基地 水景基地 都拉拉扯扯到十二點幾 才回來 他們都 回到來 他們個個都大爺 水景又不知什麽理由 擦櫈來 我們兄弟們個個都好像大爺 又說沖冷又說成這樣 他什麽都沒有 不理你 不阻你 總之是不讓你出去 總之那時候都是出不去 出不去 那天都搞到 另一天之後還未出得 第二天呢 接著呢 第二天我們又預備去 那麽就 他 我們船行的時候 他找那些 他那些藏皮艇 他們叫三蛙 他就很快 那些 我們那艘船行十蛤八蛤 就是每個小時 十海里八海里左右 他那些行二三蛤 是吧 他一頂頂著船尾就可以跳上來 那他跳上來之後就怎樣 捉老船 不讓你走 不讓你走 按住他當牌 沒有 他說呢 因為出了一個禁制令 是不讓你們離境的 只是 其他什麽都不知道 有禁制令嗎 不知道 我們都不知道 後來打官司才知道 他說出過那張禁制令 現在我們保釣欠人百多萬 就是官司費 那張禁制令 那張禁制令 為什麽會打官司呢 我們上訴 即是說 你沒有理由不讓我們船出去 他不讓我們出去的理由 第一次書面上給我們就說 從報章得色 你們將會軟護釣魚台 因為那邊就有日本的難擠 我們怕會有碰撞 對你們有危險 所以我們就不准你們出離境 到我們上訴 為什麽不讓我們有人身自由 但官員就說 他為了你們安全 你們離境是核理的 這樣就輸了 這樣就要百多萬同意 但問題是 他在當日 全日攔著不讓你出海的時候 他們的理由 是有各種各樣的理由 但不是跟你們說 因為你們的安全 是沒有理由 是沒有理由 那個時候就說 我們什麽都不知道 我們在等上風的指示 即是那時他都沒有跟你說過 是因為他為了照顧你們的安全 而不讓你出海 總之一句說完就是 他們就不想我們出海 就是不簡單 所以我覺得奇怪 他當初難你們的時候 就不是說 用一個你們安全的理由 而是之後你們才知道 還是之前都知道 我有少少想法 就不知道對不對 來 associ妳的問題 我們 就不肯出海 我們現在 他做不到事情 一定會通知香港政府 所以香港政府也來要拆錯一下 2009年那我們出不了 不是問題 其實那裏也沒 są了 之後 1911年他又不讓我們出 但是2511年又不讓我們出 這些可能是香港政府拆錯一下 他不知道上面的意思是怎麼樣 根本就不讓你先做了 總之是在2006年之後都未試過成功出發 未出過香港 我剛才聽你說香港可能是幾年甚至十年才出學一次 成功出學一次 但台灣那邊是否出得很密 好像一年都成幾次 因為距離比較方便 始終都是在100海里之內 好像八九十海里 我們這裏去是七百幾百百海里 我們走八坡是否要走一百個小時才可以過 但距離那邊 半天 現在有些船較快 走12坡不用六個小時 12坡 13坡那些船 會帶跌 那些船輕便 他們可以即日來回 所以他們可以射來去去去去去 都可以去跳魚 現在還有 他們有一部分會員 就考了旋主派和大街派 因為他現在一定要船員才可以 船員就要租 因為沒有自己的船 但是人呢 船佬帶不肯搓嗎 我自己搓 這樣就不可以這樣 既然這樣嚴峻 補吊運動 不單止官方打壓 日本當然是打你 但我們現在內部問題 是不是說不夠年輕人 我們現在民間的補吊熱情是怎樣 尤其是八九十後 甚至是千里後 沒有 我最有差的 全部都是這些 我想傳媒都有點責任 應該完全都不提及 我們很多時候有些活動都不來 即是直接出了採動 請都不來 我們有時候不要說什麼 我們去日本的司法抗議什麼都好 有時候都不出現 希望多些年輕人 了解這個史實 為這個公義出來 補吊 想多些 我們不對 趕都對 講一下補吊的運動 好 謝謝你們 下個星期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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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